没错 所以你可以回想 当时中国就一年一年前的中国 其实有点懵了 你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过去不是对我很好 但是中国在懵的时候 在被动的时候 基本上中国也在做一些准备了 我要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我一方面是兵来战狼水来土淹 就是遭遇战 我用遭遇战的方式对付你 二方面我也做一个比较长期的观察跟部署了 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开始呢 在为做阵地战 以及长期对抗来做好准备了 一点没错 刚开始那一年就过去那一年 中国是有点手忙脚乱 是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是有点冰来降 让水来土淹 但现在慢慢慢慢搞清楚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要想什么 所以中国也就要长期部署准备了 不过请大家注意一下 不管是阵地战也好 或者是遭遇战也好 其实都是中美的斗智斗力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动刀枪 理论上来讲 这就是一种冷战的形态 所以我认为中美现在已经进入到 所谓的冷战的一种状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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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